大家好 今天这盘棋是1988年 第四届中日围棋类台赛当中的一盘棋 对阵的双方是聂伟平和一田季基 第四届类台赛最终的结果以中国队失利而告终 但是这盘棋却是捍卫中国围棋尊严的一盘棋 在这盘棋之前一田季基已经达到了六年胜 最终也请出了中国的主帅聂伟平 如果这一盘棋一田季基再获胜的话 那么日本将凭借着一田季基一人之力团灭整个中国队 聂伟平在这盘棋当中也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聂伟平直黑先行 白琴是一田季基 一田季基开局走了一个高墓 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那么这一招棋也暗含着一些心理因素 就是想从气势上压倒对方 那么聂伟平呢也是针锋相对 直接挂进 那么白琴在这个角上妥协了 守着一个小木 黑琴呢不依不饶 靠压这个白琴 白琴搬 黑琴退回 下一招棋 白琴将面临两个选择 如果虎住的话 那么黑琴将在左下角脱先 快速的抢占右下进 虽然左下角白琴这里有一个拖 那么黑琴这里可以从里面搬进去 白琴切断 黑琴打吃 白琴粘住 然后呢黑琴吃住 脚上这个白琴 虽然这里白琴有一个断吃黑琴的下方 但是呢作为这两个字来讲 争子是黑琴有力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变化的原因 白琴呢没有选择这个虎 而是呢斩住 黑琴呢小坚 稳稳的把左边这个角控啊守住 白琴获得一个线手 抢占小木 黑琴大黑手脚 白琴呢是不肯小肩 让黑琴在这一带拆边 那么这三个白琴将变成孤琴 白琴呢 先拆一 黑琴呢飞到脚上去 白琴再来加工黑琴 黑琴当然要往上冲 双方啊在这个角上啊走到一个定式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变化 白琴打吃的时候这里黑琴不能沾 这一沾这里的黑琴啊七型非常的重 那么这里黑琴是要反打白琴 对待黑琴这个反打 白琴最常见的是要提掉这个黑琴 那么黑琴二路打吃 白琴再提掉这个黑琴 黑琴反打 白琴呢站住 黑琴再打吃 白琴站住 这些白琴看上去七型比较重 但是呢黑琴的自身啊也留下很多的断点 黑琴还需要补一手 白琴双打 黑琴站住 白琴起掉 这是一个两分的变化 白琴呢获得外势 黑琴呢获得时空 那么这个变化呢黑琴获得一个先手 但是呢白琴呢也有一个满意的地方 就是将来黑琴这个飞不成立 白琴这里可以靠下去 黑琴在这里也出不了头 那么白琴呢可以护着左边这个时空 实战一田计计也没有选择 刚才这个提掉这个子的变化 而是呢从这里粘了一个 这也是一个为了抢得先手的下方 黑琴打吃 白琴呢还要往脚上长 黑琴二路一旁 那么白琴往脚上多长一个 多送吃一颗子的目的 也是要将来啊从这里切断黑琴 黑琴往外长的时候 白琴就从这里一路的打下去 把黑琴完全的封锁在脚上 当然黑琴这个脚上的失控啊 也是可以满意的 那么白琴通过这个粘 获得一个先手以后 从这里挤了一个 问一位黑琴的应数 如果黑琴这样粘的话 将来啊这个地方比白琴留了一个断 那么聂伟平在这里走得非常强硬 站住了这个断地 那么白琴从这里加攻黑琴 那么这个加攻啊 遭到了当时对局势当中的大陆休三的反对 那么大陆休三认为 这个时候白琴就这样简单的搬住 黑琴一拐 白琴再一躺 那么黑琴飞出去的时候 那么白琴中央这个外室还是比较完整 那么白琴加在这里以后 聂伟平机敏的往外一搬 白琴一断 黑琴再一躺 白琴挡下去 那么这个字正好啊 断在了白琴这个旗巾上 那么这一代 白琴的旗形并不完整 那么黑琴呢先往上尝了一个 白琴还需要补旗 然后呢黑琴一跳 那么在左边 将来啊这个打入非常的严厉 所以说呢 一田地基在这里先小尖了一个 黑琴继续压 整理这里的形状 白琴呢预斩 黑琴连斩 那么实战呢白琴是退了一队 那么从现在电脑AI的眼光来看 白琴这个时候是应该拆边的 但是呢在当时啊 非常注重齐形的日本来讲 这个打吃 白琴是受不了的 白琴呢尝了一个 那么黑琴呢就获得了加攻的这个好点 那么黑琴呢在这里 也大有转手为攻的这种局面 白琴他不肯啊这样普通的这样出头 那么黑琴可以一跳 白琴呢再压的时候 黑琴呢再一跳 黑琴两边呢都走好 白琴在这一带先刺了一个 黑琴挡下去 因为将来啊白琴这里有转手的味道 所以说呢白琴 从这里出头 同时呢要分断这里的黑琴 瞄着黑琴这一带的味道 那么黑琴走的也非常稳健 二入一拐 消除到这里的味道 同时呢要和这个子取得联络 白琴靠下来 黑琴一拐 白琴一拐 那么看上去 黑琴这里是应该往外藏 但是呢被白琴这一压 黑琴呢还要藏 那么白琴将抢得 这个非攻的这个要点 那么实战 聂伟平呢 没有藏这个头 而是呢从这里顶了一个 白琴打赤 黑琴站住 这一带白琴需要补齐 连剑 那么黑琴呢就如愿以偿的获得这个要点 有了这个小飞以后 这一带的七行啊 马上就变得饱满起来 那么白琴这还有一个断点 白琴还要补一手 黑琴一冲 白琴一跳 那么这一带的七行啊 已经整理好 那么黑琴呢在这里抢占一个大场 白琴大跳出去 黑琴呢跟着往外跳 然后呢白琴打入 黑琴挂脚 白琴挂脚 黑琴走了一个大飞 紧紧的逼住这个白琴 白琴跳起来 黑琴呢也跟着补了一手 同时呢下一道琴还要瞄着 靠下来的手段 那么白琴 从这里跳起来 那么这个子的目的 不单单是要围住上面的失控 还要远远的威胁 中复黑琴这条大楼 那么黑琴 聂立平呢先从这里 虎了一个 把这个七行啊继续加强一下 白琴也只有单 然后呢黑琴在这一带脱线 靠了下来 抢占这个要点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 那么黑琴的失控啊 就进入了一个领先的阶段 毕竟这些白琴 如果杀不掉这些黑琴的话 那么这些白琴的效率 非常的低 白琴进脚 抢占了脚上的失控 也是为了维护啊 全盘一个实地上一个平衡 那么在这里 聂立平走得非常简明 没有在这里选择挡脚 而是呢从这里拖了一个 把这个脚啊看得很轻 让给白琴 把这一带的黑琴走后 护住右边这个失控 同时呢 在进攻白琴 这一带的弱点 那么这个想法 非常的简明 白琴呢 退回去 黑琴 后视的顶住 白琴一长 黑琴 二路一爬 白琴打尺了 白琴呢 就从这里冲下去 护住了上面的失控 虽然白琴 封住了黑琴这个脚 但是呢 黑琴这个脚上的 失控还是非常大 那么黑琴的 实际的优势 进一步扩大 那么这个时候 下一招期 一田积基 在这里补了一手 也是想啊 想站稳脚跟 在攻击这些黑琴的同时呢 把上面白琴这个空啊 盛起来 但是呢 在目前落后的情况下 那么这一招期 显得有点缓 那么电脑AI 直接给出答案 就是要从这里 镇住这些黑琴 最大化的 把上面的这个模样 实地化 那么白琴 从这里挡了个以后 黑琴呢 跳进去 白琴 再镇住黑琴 那么黑琴呢 从这里 并了一个 这一招 其实是一部 大致若鱼的好奇 加强了自己 同时呢 还要瞄着 白琴这一带的弱点 白琴最终呢 选择 从这里沾了一个 黑琴 跳了一个 下一步就要 从这里分断 这些白琴 白琴小尖 保证了 这一带的联络 那么黑琴 点了一个 下面就要分断 这里的白琴 白琴还要补齐 黑琴呢 再次 白琴站住 黑琴 尖点 让白琴就这样 单关的连回去 那么黑琴 在这一带 走得非常的舒服 还抢着一个新安手 继续压缩 上面白琴的这个时空 那么走成这个局面以后 聂伟平也慢慢的 把一田 济鸡 逼迫到了 必须要吃掉 黑琴中央 这条大龙 才能够取胜的 这唯一的 一条道路 那么一田 济鸡 开始冲击 黑琴 这一带的弱点 黑琴站住 白琴的切断 那么在这里 黑琴处理的非常简明 从外面打吃 白琴一成 黑琴呢 先刺了一个 白琴 打吃 黑琴 站住 白琴呢 还要连接 那么黑琴呢 从这里 夹住这个白琴 要在这一带 整理出眼位 白琴 一拐 黑琴呢 挡住 白琴 冲下来 在这一带 白琴吃住这几个黑琴 获得了一定的墓数 但是呢 黑琴又在这一带 获得了一个线数 非常稳健的 吃住这个白琴 那么这个白琴 暂时 没有了活动空间 那么白琴呢 也只好 从这里 冲出去 开始 强杀 黑琴 这条大楼 黑琴呢 稳健的挡住 这里已经 出现了一只眼 那么下面 白琴 从这里 跨断黑琴 就是要想 把上面这个时空啊 高效率的围起来 黑琴呢 先冲 白琴呢 天下去 黑琴一顶 白琴 立下去 那么下一招期 聂尾平 走的也非常的狠 直接 把这个白琴 上方这个时空啊 给冲破 白琴呢 也只有切断 黑琴没有吃住这个子 也没有从这打吃 而是呢 继续立了一个 白琴呢 也只好再长 那么黑琴这个立 也是要瞄着这里的冲断 黑琴冲 白琴挡住 黑琴呢 切断 白琴打吃 黑琴斩住 双方呢 在这一带 形成一个转换 那么转换的结果 黑琴呢 切掉这四个子 吃住了这两个白琴 白琴拐出去 黑琴在一顶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 中央白琴这条大龙啊 已经活得非常的干净 那么黑琴呢 也继续保持着 时空上一个领先 而且呢 全盘非常的厚实 白琴拐打一下 黑琴呢 斩住 那么在这一带啊 黑琴通活以后 白琴呢 从这里 把这个字给斩住 也是要冲击一下 黑琴这一带 薄弱的环节 那么黑琴从这里 顶住 那么这个顶啊 也是聂尾平呢 比较后悔的一招期 那么这时候黑琴 稳加的退一个 在这一带啊 几乎没有什么味道 那么黑琴顶在这里呢 毕竟 这一带还留下两个断点 白琴点了一个 黑琴压住 白琴一退 黑琴在这并了一个 白琴呢 补了一手 黑琴从这里切断 白琴先打吃 黑琴吃住三个白琴 然后呢 白琴在这点了一个 黑琴 猴 那么先把这三个白琴给横在嘴里 那么走成这样以后啊 一天一戒一看 再这样稳健的收官的话 这盘琴没有取胜的希望 于是呢 就下出了非常强烈的一步 胜负手 就是要从这里靠了一个 继续冲进黑琴这一带的薄味 那么念伟平在这一带的作战 花掉了自己所有的时间 最终选择了这个搬 白琴 白琴靠一个 黑琴呢 搬上来 白琴 切断 黑琴打吃 白琴呢 裹下去 那么在这里呢 念伟平 经过精确的判断以后 吃掉了这个白琴 这一带的黑琴变得非常的厚 那么白琴呢 开始冲击黑琴这个角 打吃 黑琴反打 白琴 提掉 那么黑琴在这里不得已 还要补一顺 白琴把这个子 尝出去 那么白琴这个子 又死灰复燃 黑琴站住 白琴搬一个 黑琴一退 白琴 一爬 那么下一招琴 念伟平 直接就搬住 也是经过了精确的计算 全盘啊 黑琴的劫才有力 白琴扑进去 黑琴打吃 白琴 到结 黑琴呢 站住 白琴 踢回来 那么下招琴 黑琴从这里切断了白琴 白琴 一顶 那么在这一带 白琴还有很多的劫才 所以说 当黑琴 踢回去的时候 白琴呢 在这一带 消劫 黑琴站住 白琴呢 虎一个 脚上了白琴 已经静活 但是呢 黑琴获得一个先手 从这里拐了下去 白琴一般 那么下一张琴 黑琴再一飞 获得了全盘最大的一个关子 那么在这里 聂伟平呢 做出了精确的形式判断 把这个脚让给白琴 获得了这个大关子 从此 全盘呢 就进入了小关子的争夺 但是呢 黑琴呢 继续保持比较大的优势 最终的这盘琴 聂伟平呢 以六亩半的优势 就是战胜了一天祭祭 捍卫了中国维棋队最后的罪年 好 这盘精彩的罪局 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